看能不能再找到什麼位置再解決一些 高 這裡 一隻 還有沒有 好吧 算了 他們從左邊 所以我應該要從右邊對吧 Oh don't worry 我 我真的 Oh my 他還活著欸 我完全沒射到我 我整個miss掉三發 喔 終於 我不記得我以前 槍法有這麼弱 可能已經用電腦玩了有沒有 好 這一傢伙真的有夠吵 那一個手在沒有丟上去 這一個 傢伙 and boom 注意 新王燈幕劍接近 Oh shit Oh my god 手彈 再一顆 好 我沒有守得到 Shit 喔 還有啊 boom Oh my god Oh my god 我算覺得陸戰隊好像一點用都沒有 不過Helo1的陸戰隊已經算是最有用了 從Helo2到Helo3到之後所有的Helo遊戲 陸戰隊都沒用 越變越弱 我不知道他們是那麼刻意削弱陸戰隊的威力 算是你 我不知道削弱你 喔 他們有點吵 削弱你友軍的那個威力 我不知道就是讓你有比較多發展機會嗎 反正就是 陸戰隊唯一只有第一 Helo1的陸戰隊是 Helo1有利用 喔 這裡有一個隱形遺風 像是玩意兒 咱們得先計劃一下 新萌是利用重力升降機 從這條船運送部隊和補給品往返地面 我們必須在重力升降機著陸區伏擊他們 然後利用這個升降機登船 在Helo1裡面你的隱形是 戰死的 就你吃到像剛剛我吃到的那東西 你就可以隱形 然後 就在睡覺 嗯 Helo遊戲 從來就 除了ODST之外 好像從來就沒有 靜音的武器 就感覺好像沒有必要 因為你就是 穿著高科技盔甲 然後還有能量護盾 再加上 總之你是一個 超級狠角色 感覺你不需要任何奪奪長長 所以他們可能就覺得你不需要有任何 這種 這種 隱蔽型的 武器 喔 Shit 我為什麼會 一直射不到 我就是 不太 不太懂 好 這些砲塔實在是 趕快把這些砲塔解決 下來 那這個的話 送你一個手段 這樣怎麼樣 BOOM See you 說得好 好 大哥離開那裡 我不知道我剛剛有沒有把那個人炸死 不過有了嗎 不好意思 聽得出來 Holy shit 我真的感覺我快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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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我 我掛了 我非常好 這永遠都是一件非常 非常好的事情 對吧 我被丟回這裡 我已經看我能不能 起窗 What the What the hell 我沒有敲到他 這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 欸你看不到我對吧 我 我在解決了 我在解決了 我在處理了 我在處理了 兩個砲塔對射怎麼樣 他應該 非常好 他應該死了 這裡還有 好 我 在那裡 我完全沒看到 喔 等會 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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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看不到但是 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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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d of Duty 還是什麼遊戲的時候 最討厭的就是 砲塔或機關箱都會過熱 好 那我現在這個不會過熱的話 我就只要按著板機 然後什麼都不用管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最後好像還會掉下來兩隻獵人 然後我很好奇我到底要怎麼去對付他們 我不太覺得我有什麼實力去打贏 然後介紹槍種 這是新萌的砲塔 人類沒有砲塔 人類只有機關槍 那在HELLO 1裡面 機關槍就是附在有珠號身上 他並沒有任何地方會有單獨的機關槍 從HELLO 3開始呢 你就可以把機關槍 OMG 你可以把機關砲塔拆下來帶著走 哈哈 那是HELLO 3的一個 很大的不同 吃種HELLO 3之後 你就可以一直 看到爆打就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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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ome on 順便介紹一下外星人 這一種外星人是 西門的一種部隊叫做 豺狼 好 喔我子彈不夠了耶 應該獵人快要掉下來了 讓我把握這段時間去弄些子彈 這裡 喔獵人應該快掉下來了吧 有了 聽到這聲音就是他們下來了 OMG 怎麼再那麼打 啊 手彈 再一顆 喔 再一顆 Oh my Fucking God 我快掛了 手彈 耶 再一顆 不要跑 再一顆我沒有了 就這麼多 他們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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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他完全就是沒有那個 他完全沒有受傷 他整個就站在那邊 就喔 然後沒事 OMG 我知道他們的背部比較脆弱 如果有在玩HELLO技的人 現在就跟我講 問題是我怎麼繞到他們背後 好 背後 背後 沒有 噢 噢 COM ON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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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好 解決一個 還有一個 還一個 還一個在哪裡 喔在哪 呜 背後 喔 解決 他應該就這樣子 這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會盡量手臂集中一點 那介紹一下那個怪物 這一種這麼大隻的新萌叫做獵人 他們是新萌裡面最強的 最強的種族嗎?還是戰士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講 他們所配備的是一個 依照小說和說明書的說法 這種盾牌是不知名金屬 不知名材質 無間不摧 然後他們帶著這個 連在他們身上的燃料槍 那威力 大家剛剛也已經看過 然後這一種小隻的 這個叫做野豬獸 是新萌裡面最低的戰士 最低的等級 然後這種叫精英 是新萌裡面的第二 應該他說他們 精英算是他們的主力部隊 然後他們是 他們是最算是 在獵人 底獵人弱一點 但是他們算是蠻厲害的 然後先讓我繼續 謝騰謝地 原來是你 是我 不然你以為是誰 哈哈